天说变就变,刚刚还有阳光,一会儿赤风静吹,很快就成了模糊的灰色 接着,寒气从空中通向地面,不久竟下起了小雪 小雪很快变成了大雪,大雪很快变了大地的颜色 大雪对丁一没有任何影响,季季却在雪中打了个寒颤 尽管他身上穿着世上独一无二的冰熊皮 可寒气突来,从他的手指和脸上进入他的躯体 他们很快就成了雪人,他们想找个避雪的地方 四顾茫茫,连一间破屋都找不到,只得在雪中前进 丁一暗暗诅咒这个变化无常的天空来 在雪中,他想起了一个月前,他们前往断剑崖的情形 那也是在雪中,那天的雪比今天还要大 他想起了那天,梨花给他们送来了一筐热馒头 他还想起了,他们从断剑崖下来 他丢下季季独自离去 回来时,发现季季已经不在 对那件事情,丁一在心里一直觉得很抱歉 从那以后他发誓 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再丢下季季 雪很快在地上积了一层 风也大了起来 风吹得雪花像一个个狂乱的疯子 丁一的眼睛被雪花撞痛了 他不敢闭一下 他知道,在这种情形下 任何情况都会发生 想杀他的人,或者是想杀季季的人 都会在这种情形里向他们下手 也许在通向光明顶的路上 轩辕今天和罗超凡的朋友 布下了千百个陷阱 他也许到不了光明顶 就死在他们的刀剑之下 尽管他自己清楚 轩辕今天的死 和罗家宝惨案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他害怕报复 他怕 但不愿自己死 因此他想快些赶到光明客栈 然后到光明顶 在天下武林高手的面前 将事情的真相搞清楚 这场突如其来的雪 并不是好兆头 大雪使他们前行的速度慢了许多 雪中留下两条深深的车辙 找这样的速度 他们天黑之前 肯定到不了光明客栈 丁一很着急 却也很无奈 留下我 你自己快些走吧 季季闭着眼睛说 丢下你 我的罪名还需要你洗脱呢 大笑声中 丁一看到前面两棵大树间 有人搭了一个草棚 草棚不大 但可以避风雪 丁一抬头看看天 见雪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于是他快步 想推季季到草棚下避雪 不料 还有几步 便到草棚时 胡婷轰的一声 草棚直直地压了下来 溅起了许多血泻 雪 仿佛吓得更大了 丁一呆了呆 心道 幸好草棚这个时候坠落 不然 他低头看了看季季 季季也被响声惊醒 他睁开眼 脸上却没有表情 在这又冷又难行的雪中 两个人终于开心起来 一辆马车 正朝他们缓缓而来 这是一辆非常华丽的马车 马车在他们的身边停下 丁一看到 驾车的是个貌美如仙的女子 他知道这个人 就是慕容天明的女儿慕容心 慕容心对他们说 风雪这么大 上车吧 丁一毫不犹豫地上了马车 马车于是掉头 车轮甩出雪浆 遮蔽了来时的路 马车不仅华丽 而且很宽敞 丁一上车之后才发现 马车里除了他和季季 还有另外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很年轻 而且每个人的背上 都背着一把闲眼的大刀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的武器 置于不显眼之处 有人甚至将它暗藏起来 这样做的目的 是想在与对手决斗时 做到出其不意 而他们 他们的刀 看起来不仅显眼 而且刺眼 丁一看了一眼 他们的刀 感到这三个年轻人 一定不简单 马车飞奔 只听一个人对丁一道 你的剑确实是柄好剑 丁一笑笑 当然 可惜你的剑 没有我们的刀好 哦 那是什么刀 杀人的刀 你们是杀手 我们是苏州 唐家三兄弟 唐家的刀 是很了不起 只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你们三把刀 却不知如何下手 既然来了 肯定会想出杀你的办法 唐家三兄弟 微微笑着 一阵沉默 短时的寂静 马车在奔 雪在下 车厢里刀锋引线 可没有杀气弥漫 梁九丁一轻探道 其实你们考虑得太多了 你们只要拔刀 然后对中我的胸口就行了 这么简单 你杀过的人一定不少 应该懂得 杀人本来就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 唐家三兄弟 忽然大笑起来 笑声中 空气仿佛就凝固了 你们笑什么 一直想不通的问题 忽然想通了 当然高兴 什么问题一直想不通 我们总把你当成传说中 永不失败的人 其实只要将你看作死人 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不错 生死决斗 是不应该把任何对手 放在眼里 不过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你们还没有杀了我 这只是时间问题 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的 纵使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也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 唐家三兄弟 没有杀不了的人 你们说的也许没错 但是 你们忘了一点 哪一点 你们要杀我 还没有问过 这马车的主人 唐家杀人 从来不需看任何人的脸色 这次不同 什么不同 她是慕容天明的女儿 慕容刀天下无双 她也想杀你 如果不是为了杀我 她会在冰天雪地里 走这么多路来接我吗 况且 也许你们不大清楚 凡是坐过她马车的人 她都要杀 唐家三兄弟 从不怀疑慕容刀的分量 但不相信 这个美丽的女子 能杀了他们 他们很想放声大笑 可最终 没有笑出来 他们只是默不作声 寂静中 马车里的人 可以听到雪 落在车厢上的声音 这声音 很轻盈 很柔滑 就像有人在冰面上 赤脚跳舞 马车 就在沙沙的落雪声中前行 好久 听得慕容心笑道 雪停了 掀开车帘 雪真的停了 可他们没有下车 他们明白 在雪地上走 无论如何 没有坐在马车里舒服 可是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慕容心竟然把他们 带到了一座破庙里 破庙很破 连雪也挡不住 掀开的车帘望出去 丁一看到了破庙的屋顶 有一根断裂的横梁 乌瓦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雪从缺口飘了下来 飘到破庙里 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堆 马车在破庙里 听了好长时间 丁一叹了一口气 下了车 他刚要把 寂寂的轮椅抱下来 只听身后 传来冷冷的声音 要死 就自己去死好了 何必要这个 如花似玉的姑娘 也陪你死呢 丁一吃了一惊 心道 他还是追来了 阴阳夺命杀手的解药 真的不错 你说过 要看我杀人的 怎么一去 就不回来了呢 现在我不是回来了吗 来的果然是江湖上 文之色变的阴阳 夺命杀手红颜 丁一这时已经转身 他看见红颜的目光 如雪一般冰冷 在转身之前的一瞬 丁一决定 把寂寂留在车上 尽管他隐隐觉得 寂寂一个人 跟唐家三兄弟 在车里有些不妥 但他还是把那块 又黑又重的车帘 放下了 在回来之前 你是不是想清楚了 丁一笑着说 当然想清楚了 这一次 我一定要看清楚 风花剑是如何杀人的 你有把握杀我 没有把握就不回来了 前辈这么多年 没杀过人 我劝你别太自信 这么多年没杀过人 没想到杀人的感觉 真是好极了 红颜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好久没听到过 刀割喉咙的声音 他仍是那么熟悉 你刚才已经杀过人了 红颜点头 依旧冷笑道 你说过 杀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丁一不语 她的神情 开始变得凝重起来 显然 红颜已经跟了她 好长时间 如此看来 她这时现身 或许真的有了 十分的把握 想到这里 丁一感到了一阵凉意 丁一抬头 从屋顶的缺口望出去 雪虽然停了 但天茫茫 犹豫之鸟 这时从她的视线里掠过 看见鸟 丁一不由开心起来 自由自在的鸟儿 令她想起了 她唯一的朋友梨花 想起了河岸边的柳枝 以及一张灿烂的脸 可是 鸟还没有从她的视线里消失 忽然改变了方向 直直地摔了下来 鸟从缺口处坠落 死在了破庙里 幸福的鸟 无缘无故地死了 鸟砸在屋里的雪堆上 溅起的雪 落在了丁一的身上 也落在了红颜的身上 丁一伤心道 是谁杀了这可怜的鸟 外面天寒地冻 它不躲在窝里 当然要被冻死的 鸟是冻不死的 丁一把它连起来 一口气吹在鸟的嘴巴上 然后用手扶着它的羽毛说 是谁这么残忍 连一只鸟也没放过 哼 想不到风花剑 竟然有这么一副好心肠啊 随着话音 进来了一群人 他们是谁 丁一并不认识他们 他们怎么知道他在这里 他们找他有什么事 按照以往的经验 丁一的心中有数 凡是素不相识的人来找他 结果都是对他不利 不是想害他 就是想杀他 至于他们用什么办法对付他 丁一静静地等着 秃驴 这没你们的事 快走开 红颜喝倒 这群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和尚 因此红颜便骂他 和尚并不生气 笑道 老纳是出了名的秃驴 不过 你这臭婆娘 我却是第一次见到 你是如何知道老纳的绰号的 其实 和尚是在暗暗地回骂红颜 红颜焉有听不出之力 他怒道 小心秃驴你的那几根胡子 胡子 和尚撵着自己下巴 又长又白的胡须 这可是宝贝 你千万别看上他 红颜再次被戏耍 手一抬 两根银针 直取和尚的喉咙 这是红颜的独门暗器 厉害无比 快于闪电的银针 眼看可立即取了和尚的性命 和尚呆了呆 然后啊的一声 双手抱头一扭脖子 银针从他的衣袖间穿过 和尚叫道 不得了 不得了啊 接着 手一摸胡子 对红颜瞠怒道 幸好胡须尚在 不然 我可要跟你这臭婆娘拼了 红颜见来人 个个是非等闲之辈 他知道 他们也为丁一而来 今日之事 他们一定容不得他杀丁一 于是恨恨地瞪了一眼 丁一道 今日暂且放过你 来日再取你性命 和尚并没有拦他 让他走出破庙 消失在雪地的尽头 现在 丁一很想知道 和尚是谁 他刚才露出的这手功夫 令丁一震惊不已 可是他没有问 他相信 就算他不问 和尚也会告诉他 果然 只听和尚笑道 这臭婆娘 果真有两下 我韩非子一世英明 差点毁在了他的手里 这和尚 原来叫韩非子 丁一皱了皱眉 他觉得 一个和尚 取了韩非子这样的名字 很不相称 丁一是第一次 听到这个名字 他可以肯定 在江湖上 韩非子是个无名小卒 可是 他的身手 却绝对可以称得上 是超一流的 他 究竟是谁呢 还有 他身后的那八个人 他们 也是身藏不露的高手吗 如果是 那他这一次 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不过 丁一并没有 过多地考虑自己 他为吉吉担心 虽然他看不见 脸部里面的吉吉 现在是什么表情 他猜得出 他一定很害怕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在一起 他明白 吉吉是一个怕死的人 但这 并没有改变 丁一对他的看法 其实只要是人 都害怕自己死去 对生命无动于衷 是不正常的 只有热爱生命 才是人的本色 以前 吉吉曾把自己的性命 看得很轻 甚至毫不珍惜 这种转变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丁一也不清楚 总之 他感觉到 吉吉越来越渴望 他的保护 他一直相信 自己有能力 保护吉吉不受伤 可现在 他有些担心 担心自己 保护不了吉吉 他的对手 变成了十三个人 慕容心 唐家三兄弟 和最后出现的 这九个人 也许这十三个人 个个都是他 平生所遇到的 最厉害的对手 这十三个人 他们是一伙的 还是各位骑主 丁一望着 华丽的马车 他的手 离腰上的 风花剑那么近 只要他的手 再动一动 风花剑 就会出窍 江湖中 就会在剑光里 少了一个 或者几个高手 可是他的手没动 他静静地道 你们要杀我 现在还不是时候 韩妃子一改刚才 对红颜的那副轻松 他神情阴沉 盯住丁一道 老纳杀人 从来不管 是不是时候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杀人也一样 要杀你的 不是我一个人 而是九个 知道 可是你们找错了人 罗超凡 不是我杀的 我也没这个能耐 我们来 并不想听你 多说一句话 站在 韩妃子身后的 一个 年鱼六旬的老者 他目光如炬 眉骨突出 显然是 内力极深之人 丁一很悲伤 他明白 他们是下了决心的 但他说道 明天便是 二月初二 你们要杀我 在武林大会上 动手吧 不行 这里是你最好的 葬身之地 难道你们 不想知道真相 真相 人尽皆知 是你杀了 罗家宝八十九人 错 大错特错 罗家宝 惨案发生时 我正在茫茫大海上 还差点葬身于父 韩妃子道 这样的故事 太好编了 你何不说 罗家宝八十九条人命 血溅荒野时 你正搂着美女 在春香院里销魂呢 事实是怎样便怎样 有人可以替我作证 谁 我 一声轻柔地答话 马车的连掀开 他们便看到了 一辆轮椅 和轮椅上的寄计 还有唐家三兄弟 闭目坐在马车里 他们背上了大刀 刀锋闪着寒光 你是谁 他们惊诧于他的美艳 我是季季 我可以作证 季季双目垂着 不看任何人 因为我一直跟丁一在一起 你是说 无论白天夜晚 你和他都在一起 是的 他做了什么 我都一清二楚 这时一个瘦瘦的 尖嘴猴腮的中年人 嬉笑道 你是他什么人 竟然不分白天黑夜的 跟风花剑在一起 你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 这分明是在耻笑 季季道 你也是男人 你肯定知道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厮守在一起 会做些什么勾当 季季 你 丁一没想到季季这样回答 他顿时傻了眼 只听瘦子嬉嬉一笑 好 你说 你跟风花剑在一起的 风流运势 你说出来 我们才会相信你说的话 丁一盯着季季 他不相信 季季还会编下去 我说 我当然会让你相信 那一天 我们在酒店喝酒 后来 很多人来杀我们 我们遭人暗算 掉进了死亡之洞 我差点摔死 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是上身赤裸 季季说得平静 丁一却脸上发热 韩妃子他们 则各个连路惊奇 好像在听什么 美丽的神话传说 后来呢 后来 我恢复了知觉 我发现自己还没有死 心里分外激动 洞里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我不知道 丁一是不是还活着 便四处去摸 结果 结果怎样 我摸到一个全身赤裸的人 躺在我的身边 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谁 是不是丁一 瘦子抢着问 目光飘向丁一 季季点头 他连睫毛也不动 似在闭目回忆 季季 接着说道 我当时吓了一跳 可是 当我知道 丁一是为了救我 才做出这等事时 我便原谅了他 他做了何等事来 他 他玷污了我的清白 季季说这句话的时候 声音更小 而且他的眼中 滚出了一滴泪 你 丁一气得发抖 你胡说季季 好好想想 想不起来就别说 你只要说 我们如何在海上遇险 又如何脱险就行了 丁一以为 季季乱了心智 这才胡言乱语 因为在洞中 他根本没有玷污她 丁一以为季季乱了心智 这才胡言乱语 因为在洞中 他根本没有玷污她 季季道 我没有胡说 你亲口告诉我的 只有这样 你才能救我 我也没有责怪你 你还发誓 从今以后 会好好待我 把我当作 你最心爱的女人 使之不渝 季季一点也不激动 仿佛在述说 别人的故事 天地很静 只有季季一个人的 说话声 这声音 差点令丁一晕倒 季季突然抬起头 她无神的双眼 望着丁一缓缓道 丁一 我知道天下没有人能杀得了你 也没有什么事可以难住你 你杀了罗家宝 一门八十九口 却要我编一个故事 欺骗天下英雄 我早就对你说过 天下英雄 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的 丁一的眼前一片茫然 她已经不认识季季 她就像一块没有根基的巨石 在湍急的激流中摇摆不定 随时都可能翻倒 丁一 无论在武林大会上 还是在这几位英雄面前 我都这样说 不是我对不起你 接你的老底 而是你自己太卑鄙 你答应 今生只对我一个人好 暗地里却和别的女人相好 咱们一起编出 如何在海上遇险 又如何脱险的故事 还是你自己 对天下英雄说吧 季季说得声泪俱下 丁一的眼中有火焰跳跃 她悲伤绝望 她心乱如麻 突然 只听啪的一声 季季挨了一巴掌 打她的当然是丁一 季季的眼中有委屈 但更多的是怨毒 丁一自己也弄不清楚 这一巴掌 是如何打出去的 是的 正如季季所讲 她虽然没有对她发过誓 但她在心里 无数次地告诫自己 此生 只喜欢季季一人 为了季季的幸福 自己可以去死 她不明白 季季说她在洞里玷污她时 她为什么会那样地 勃然大怒 那样地浑身发抖 在她心目中 季季是圣洁的 容不得半点玷污 别人不行 自己也不行 季季就像神女 冰清玉洁 高高在上 在她的注视下 任何人都会心甘情愿地 听她的吩咐 几个时辰之前 她还对她说 要为了她而活着 她竟然撒谎 竟然把丁一 说成一个无耻之徒 丁一逼视着她怨毒的目光 她猛然醒悟道 对啊 我是她的杀父仇人 她一直在找机会报仇 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 她在骗我 其实丁一早该想到 季季最终会置她于死地 丁一将手中已经冰冷的鸟丢掉 仰头望天 屋顶的那个缺口 冷风直吹进来 凄厉的声音显得很清晰 丁一很想变成一只鸟 从这儿冲出去 忽然她听到一声低喝 五弟 别胡来 接着就听见一丝凌厉的 比空气的流动声 还要小的声音 这是武器刺空的声音 这是一种 足以置人死地的武器 丁一没有低头看 这是一种什么武器 她知道 如果她要看 那么等她看清楚 这种武器的时候 她就已经死了 她当然不想死 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尽管她现在 不用为季季活着而活着 但她害怕死亡 这是人的本能 她要求生 于是她的手动了动 她的手 本来离风花剑就很近 因此 她的手动了 就好像没动一样 风花剑飞出去 又飞回来 动了也像没动过一样 一切如故 不一样的只是瘦子 是那个被韩非子 称作武帝的人 其实 她刚刚转身 她的武器 是一只判官笔 她想在丁一失神的时候 暗算 结果 她的武器刚出手 她的五语伦比的内力 还没有运到武器上 她的呼吸 就停止了 她的判官笔 掉在了脚边 她死了 但感觉 还没有消失 她只觉得自己的喉咙 好像落上了一片雪花 雪花融化 冷的感觉 慢慢向四周扩散 不过 她清楚 这绝不是雪花 而是丁一的风花剑 刺中了她 记记的话 还没说完 你怎么就断定 我是凶手 丁一的这句话 瘦子是听不到了 可是 那八人一定听得到 韩非子哼了一声 不愧是天下第一剑 连我也想体验一下 死在风花剑下的感觉 死人是没有感觉的 你没有死过 怎么知道 人死后没有感觉 谁说 我没有死过 丁一默然地望着韩非子道 如果你们刚才一起动手 我已经死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八个人一起动手 你会不会死 不会 因为五弟死了 不是 因为记记走了 这时 马车已经出了破庙 沿着厚厚的穴往前而去 他是你的情人 你怎舍得让他走 以前是 现在不是了 以前是我太多情了 这么说 你现在已经变得绝情了 是的 一个绝情的人 他的出手会更狠 他的武器也会更快 所以就算你的五弟不死 你们九个同时出手 也不是我的对手 八个人闻言 脸露惊惧之色 不过 我今天不想再杀人了 丁一说完 叹了口气 一副落寞的样子 朝庙外走去 雪 这时又纷纷下了起来 眼前一片茫然 看不见马车 也看不见忌忌 丁一的心里 空空的 他不知道 自己要往何处去 哎 既然寄计不愿为我作证 只有自己 向天下武灵解释了 丁一想 罗家宝产案 本与我无关 我为什么要解释 他们有什么资格攻审我 究竟是谁 想嫁活于我 目的何在 近段时间 幽兰花频频出现 詹月公主受害不浅 天下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关系 这一连串阴谋的操纵者 显然是在挑起 我们之间的决斗 想到这儿 丁一的心一阵抽紧 如果他和詹月公主决斗 这必将是一件 轰动武林的大事 但是 他不希望 他们之中有人倒下 他曾经对她说过 要是他们之间 必有一人要死 那么 这死去的人 该是自己 可他不想死 他要揪出罪恶的主谋 并且以他的正义之剑 惩罚他 丁一一边前行 一边矛盾地想着 不知走了多久 多远 一条小河拦住了他 他望着雪水汇聚而成的 清澈的河水 目光随着 蜿蜒的小河前身 忽然 发现雪的尽头 有一点寒光 丁一一惊 在如此阴冷迷茫的雪天 哪里来的闪光 他奔过去 只见雪地上 躺着三具尸体 尸体的背上 背着大刀 原来 他们是唐家三兄弟 雪 已经将他们埋了一半 丁一刚才看到的闪光 是刀光 唐家三兄弟 怎么会死的 是谁杀了他们 丁一接着 闻到一缕清香 他用手扒去一层雪 赫然看到了一朵幽兰花 又是幽兰花 又是摘月宫的杰作 丁一哑然 又是谁在陷害摘月宫 看来 我们的决斗 是免不了了 身后有人说话 这个人 好像原先就站在这里 因为丁一没有听到 说话的人 自远而近的足音 可是丁一清楚 刚才雪地上 只有他一个人 跟他说话的人 是刚刚赶到的 丁一没有回头 而是说 你的清宫又进了一步 我决定 要去找陷害我的人 你已经练成了 乾坤小挪仪了 没有 那是摘月宫 最高境界的武功 你不可不练 我已经苦思了二十八天 结果一无所获 知难而退 并非你的本性 这不是知难而退 我想顺其自然 丁一转身 便看见了身后的人 他年轻 身材修长 雪白的长衫 使他的人 显得更有气质 他笑着对丁一道 唐家三兄弟 是来杀你的 结果 却死在了 摘月公主的手里 你说 他们是我杀的 还是你杀了他们 嫁祸于我的呢 丁一笑着反问 你说呢 两种可能存在 这样一来 我们便成了 唐家的仇人 江湖上有句传言 宁可与皇帝作对 也不可与 唐家老母作对 可见 作为唐家的对头 真的不是一件 好玩的事情 岂止不好玩 简直头疼得要命 丁一皱眉道 唐家老母是魔鬼 江湖中 没人敢惹他们 可我们现在 已经惹上他了 白山人走了几步 从雪地上 捡起了那顿幽兰花 凝视了片刻 沉思道 摘月公的幽兰花 怎么会到这儿来 白山人走了几步 从雪地上 捡起了那朵幽兰花 凝视了片刻 沉思道 摘月公的幽兰花 怎么会到这儿来 丁一道 这真的是幽兰花 对 这是摘月公 独一无二的幽兰花 你没认错 我是摘月公主 怎么会认错 摘月公的幽兰花 原来 这个白山人 竟是传闻中的 杀人魔头 摘月公主 丁一道 你回去吧 贤心领悟 乾坤小挪移的心法 争取早日炼成 外间的一切 由我应付 以前 你可以应付 这次 却不能 唐家老母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她会杀了你 你放心 唐家的刀 不一定比 风花剑高明 摘月公主 缓缓点头 又摇头 我相信 风花剑是天下最快的剑 可是 你面对的 不仅仅是一把刀 而是 整个唐家 在武林中 唐家刀 远远流长 视力 非同小可 而你 除了一把 风花剑 就只有梨花 一个朋友 会帮你 一把风花剑 就够了 不够 远远不够 你可以对付 轩缘刀 也可以对付 搜魂刀和慕容刀 却绝不可能 对付唐家刀 如果我死在 唐家刀下 你为我报仇就行了 我们 虽然不是兄弟 却胜死兄弟 丁一 我已经决定了的事 你就别劝了 不行 你不能死 我当然不能死 不过 只有我在武林大会上 被你杀死了 别人才不会 再嫁祸给我 丁一想了想 簇着的眉头 终于梳开了 这时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 丁一看了看天空 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 对摘月公主说 就算我乘风而去 天黑之前 也不可能赶到光明客栈 你说 该怎么办 等了一会儿 不见回答 丁一扭头 身后 摘月公主已经不见 暮色 正弥漫开来 幸好下了这场大雪 不然丁一 无论如何 不能在天黑之后赶路 尽管他不能在天黑之前 赶到光明客栈 可他相信 天亮之前 一定可以到达光明客栈 这样 二月初二的武林大会 他便可以如期参加 他要在大会上证明 自己不是罗家宝产案的凶手 同时他还要证明 轩辕今天 也不是他杀的 他要告诉天下人 杀轩辕今天的 是摘月公主 是摘月公主 想嫁祸于他 他要在天下人面前 与摘月公主决斗 然后杀了他 刚才 摘月公主已经和他 设计好决斗的 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为了对付卑鄙的阴谋者 他们也不得不耍一点小阴谋 踏雪而行 丁一很快就快乐起来 他仍在回想 刚才和摘月公主 见面的情形 他和摘月公主 见面的次数不多 可是每次见面 他们都有一种 心意相通的感觉 他清楚地记得 他们第一次见面 也是在雪天 那天 丁一从山上下来 他却要上山 他从山脚开始滚雪球 道德半山腰 雪球已经有小房子那么大 可他还要滚 房子似的大雪球 在他手里显得毫不费力 他轻松地推着雪球上山 丁一看呆了 震惊于他的神力 他穿着白衫 与白雪融成一体 在两人就要擦肩而过的时候 丁一站住问道 要不要我帮忙 他看了他一眼 点头 于是丁一就跟他一道 推着雪球上山 到德山顶时 雪球已经变得像 大房子那么大了 他看起来很轻松 丁一却在冒汗 丁一笑着对他说 看起来就算我不帮你 你也可以把雪球滚到山顶 他点点头说 我一直用他来练内功 丁一觉得很奇怪 他也是练武之人 可他从不知道 滚雪球的练功方法 于是又问 谁教你的 当然是我的师父 你师父呢 我师父三年前死了 他神情有些悲伤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说道 师父死后 我再也没有拜过别人为师 三年来 我一直用师父教的 推雪球的办法练功 每天将雪球推到山顶 又从山顶推到山脚 效果真的不错 我感觉三年来 功力增进了不少 见丁一有些不解的样子 他接着道 从山脚推雪球上山 还是比较容易的 最难的是 将雪球从山顶 推到山脚 从山顶到山脚 还用得着推 一放手不就行了 哪能放手 师父说过 如果我能做到 以推雪球上山的姿势 推它下山 雪球不离掌 不碎裂 不快不慢 倒的山脚也不变形 这才能称得上是 一流的高手 你能做到吗 还不能 我还得练 他说完 转山推雪球下山 雪球 仍是刚才推上山的雪球 如今下山 山势又陡 如果不是他以掌力 吸住雪球 雪球肯定会 击奔山下 雪乃轻松之物 雪的重量 此时少说 也有几吨 如此庞然大物 光光要吸住 它不动 就得非凡的功力 何况 随着雪球的滚动 体积还增大 分量也在加重 加之山路崎岖不平 一步小心 别说吸不住雪球 人也会栽个跟头 丁一跟在他后面 对他年纪轻轻 便有如此功力 而心折不已 雪球从山顶 滚到了山脚 他出了一身汗 雪球变成了 一座小山那样大 丁一由衷称赞道 真不简单 李师傅的要求 还远着呢 刚才我吸雪球的姿势 是身体厚扬 而并不是前倾 另外 在半山腰时 在一块石头 松动的情况下 我没能保持 一贯的速度 若是面临强敌 我早已命归西天了 功夫不是一日 便练好的 我练了十几年的剑法 姑姑老是说 我不长进 你这是什么剑 风花剑 就是传说中 铁匠之王 尽其一生 打造出来的风花剑 姑姑说 就是这把剑 铁匠之王的风花剑 怎么会在你的身上 这个 姑姑也没对我说 姑姑只说 这是一把正义之剑 她只杀邪恶之人 谁是邪恶之人 摘月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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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邪恶之人 你不知道啊 丁医瞪大眼珠 不信道 姑姑说 天下的人都知道 摘月公主是邪恶之人 她凶残成性 野心勃勃 不念兄弟情分 简直禽兽不辱 而且摘月公主 无恶不作 她的脸色 变得很难看 你不能这样 侮辱摘月公主 这是姑姑说的 并非我侮辱 你的神情这么难看 摘月公主 是你什么人 摘月公主 是我爹 你爹 那么 你说你爹 是什么样的人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爹就死了 哦 那么 你有没有姑姑 她有没有告诉你 你爹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 我没有姑姑 只有一个师父 我师父 什么也没告诉我 他只教我武功 和教我做人 做人 姑姑整天教我 练好剑法 杀邪恶的人 你师父是如何教你的 我师父 叫我不可滥杀无辜 要心存善良 同情弱者 珍惜兄弟之情 师父的教训 我铭记在心 可有一点 我始终不懂 我没有兄弟 他为什么 要我珍惜兄弟之情 还说将来 共报复仇 你的杀父仇人是谁 不知道 你师父没有告诉你 他说 该让我知道的时候 自然会告诉我的 可你刚才说 他死了 是啊 也许师父知道死 也认为 没有到告诉我的时候 这样 你岂不连自己的 杀父仇人都不知道了 唉 如果我爹真的 像你姑姑所说的 是个禽兽不如之徒 这杀父之仇 不报也罢 丁一 见他对自己刚才所言 非但不怪 反而这样说 心中有些歉意 我想 你爹不会是那种 不念兄弟情分的人 怎么 因为无情无义的父亲 是不会 有情深义重儿子的 你我见面 才不过几个时辰 你怎么就知道 我的为人 有些人 几十年在一起 也不能成为 知心朋友 而有的人 只要一见面 就像知心朋友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你就是我要交的那种 最知心的朋友 真的 你没有这种感觉 他注视丁一良久 终于笑道 你 愿意跟我做朋友 当然 你是我除姑姑外 唯一的朋友 哦对了 我叫丁一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摘月公主 这不是名字 名字是最亲的人 为你取的 我最亲的人 是师父 我师父一直 这么叫我的 好 那我就叫你 摘月公主好了 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什么时候 带我去见你姑姑 不行 姑姑说过 我不准带任何人 去见她 除非 除非什么 我姑姑说 除非我带去的人 是我未来的媳妇 摘月公主爽快地道 哦 既然这样 那就请你 带我向姑姑请安 我不知道 自己是何年 和月生的 就叫你丁大哥吧 我如何做的 你的大哥 还是我叫你大哥 两人推辞了一阵 结果是 丁一叫摘月公主大哥 摘月公主 也叫丁一大哥 丁一笑道 我们是兄弟 但只有兄 没有弟 真是天地间 罕见的结议 两人又许了一会儿 摘月公主道 丁大哥 摘月公离此不远 请你去小住几日 再则 你是初次闯荡江湖 我叫摘月公几个高手 陪你一道去 丁一摆手道 不成不成 姑姑叫我闯荡江湖 目的就是锻炼我 让我多吃苦 多长见识 我哪儿也不去 更不要摘月公的高手陪我 丁一说着 一抱拳就要告辞 摘月公主忽然又叫住她 我想看看你的剑 好 你看清楚了 丁一走到那个雪球前面 缓缓抽出风花剑 剑身唇白 在雪的映照下 更显耀眼 摘月公主望去 剑耀眼的剑身 引着暗红 就像夺目的血 她怦然心动 脱口道 风花剑 怎么沾着血 这不是血 是血痕 姑姑说 风花剑由于有了血痕 所以 她再杀人 便不再沾血 摘月公主仔细看 果然不是血 而是血痕 看清楚了吧 看清楚了 好 那我就入窍了 丁一说着 环剑入窍 在风花剑入窍的一瞬 摘月公主觉得 剑光陡胜 接着 很快熄了 仿佛电光石火一闪 剑入窍 那个小山一样的雪球 悄然散开 变成有棱有角的无数块 显然 风花剑在入窍前 朝雪球砍了无数剑 只不过 风花剑如何砍雪球 摘月公主一剑也没有看到 她似是呆了 喃喃道 你的剑真快 快得让我不敢相信 姑姑说 出剑的最高境界 就是一个筷子 杀人也一样 谁的速度快 就谁赢 告别了 摘月公主 丁一独自闯荡江湖 她的风花剑 一夜之间 明扬天下 可是 令她不解的是 她所听到的 关于摘月公主的传言 都说 摘月公主 是一个杀人 不眨眼的魔头 摘月公 每次杀人 都会留下标记 一朵幽兰花 关于幽兰花 江湖上 还有更多 令人悚然的传说 幽兰花 只有用死人做肥料 才会生长开花 一年以后 丁一又见到了 摘月公主 摘月公主告诉她 这一年 她哪里也没有去 她在摘月风滚雪球 七天前 刚刚炼成了 她师父所说的 能到一流高手的功力 她听完了 丁一的叙述 淡淡道 有人 想嫁祸摘月公主 那就让她 嫁祸好了 反正摘月公以前 曾做过许多坏事 丁一想叫她下山 将嫁祸之人找出来 摘月公主 却摇头 她告诉丁一 一个意外的惊喜 由于她的内力大增 以前打不开的 一道暗室的门 被打开了 没想到 这里 藏有摘月公的最高武器 乾坤小挪移 摘月公主 不但没听丁一的话 反而叫丁一一同 和她去摘月公 共演武功 丁一当然没有答应 一来 她在江湖上结识了 另一个朋友 梨花 二来 摘月公的武功 她不想学 于是 他们又分手了 摘月公主 继续钻研她的武功 丁一则继续闯荡江湖 然而 在接下来不长的几个月里 形势对摘月公 越来越不利 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力量 想毁了摘月公 又好像有人 逼着摘月公主出来 与天下武林为敌 这力量背后的主谋是谁呢 丁一总想把她找出来 可一直无能为力 有时候连她自己都怀疑 每一件事的是是非非 如今 摘月公主终于被逼出来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丁一一边走一边想 她有足够的自信 打败天下任何高手 就算苏州唐家 她也丝毫不拒 可是 正如摘月公主刚才所言 他们所要面对的 并非唐家老母一把刀 而是唐家 一个显赫的家族 和她背后的 无可比拟的力量 在江湖上 论刀 苏州唐家 排在第一位 是谁 杀了唐家三兄弟 嫁祸给他们呢 当今天下能够杀唐家兄弟的人 凤毛麟角 他会是谁呢 如果他想杀他们 那么他自己就可以做到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丁一心中一动 又想到 他的目的 并非只要我们死 而是要挑起整个武林的混乱 以此浑水摸鱼 达到飞人的目的 忽然 丁一站住 寻思道 要揪出幕后之人 唯一的方法 就是能够 在他们向下一个目标下手时 捉住他们 那么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会是谁呢 唐家老母 丁一的脑中 呼得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可他很快就否定道 不可能的 唐家老母 乃刀中至尊 没人能杀得了他 另外 他杀了唐家兄弟 为的就是让唐家老母 找我们报仇 否定之后 丁一仍然隐隐觉得 那个人的阴谋 不止于此 他的目的是 武林越乱越好 如果他杀了唐家老母 情形又会怎么样 毫无疑问 唐家老母一死 江湖会更加混乱 对 下一个目标 是唐家老母 想到这里 丁一很兴奋 好像在黑暗中 突然看到了曙光 他想把这个想法 告诉翟月公主 此时 不知他在哪里 他又想马上前往苏州 可是明天 就是武林大会 他不得不去 他要在武林大会上 澄清一切 他要让骚动的江湖 稍稍平息 他打定主意 在武林大会上 将要说出的话说完 然后便以最快的速度 前往苏州 丁一清楚地知道 就算那人 欲杀唐家老母 也不可能在三天之内 因为从光明顶到苏州 最快的速度 也要三天 如果唐家老母 在三天之内死去 那么江湖中人都相信 凶手 绝不可能是丁一 这样一来 那人的阴谋 将前功尽弃 丁一有理由证明 以前的种种 都是有人 暗中嫁祸 丁一自语道 如果唐家老母 三天之内被杀 就好了 没人去杀 唐家老母怎么会死 那个熟悉的声音 又在身后响起 摘月公主 你怎么来了 我们不是说好 在武林大会上 才见面的吗 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商量 摘月公主踏雪无痕 她徐徐站在了 丁一的前面 说道 我决定取消咱们的决斗 你害怕了 不是害怕 而是没有时间了 不待丁一回答 摘月公主又道 我想马上前往苏州 唐家老母 可能要遭人暗算 看来 摘月公主 也想到了这一层 只听摘月公主 接着说道 唐家老母一死 天下人又会认为 我们是凶手 你想阻止有人 杀唐家老母 是的 我不想再背上 这个黑锅 你以为 我们可以阻止吗 风花剑和摘月公主 联手 没有阻止不了的事情 错了 我们联手 可以杀死任何人 却不能阻止别人去死 怎么 如此说来 我们 无需前往苏州了 不 苏州不仅要去 而且越快越好 去干什么 既然我们无法令唐家老母 不死 干脆杀她 什么 杀唐家老母 摘月公主 杀人如麻 多杀一个有何妨 要洗脱罪名 只有杀了唐家老母 而且 必须在二月初五 太阳落山之前杀了她 从这儿到苏州 最快的速度 也得三天 现在是二月初一的晚上 我们到达苏州 已是二月初四 一天的时间 也许连唐家的门 也进不去 只要能杀得了唐家老母 不进唐家的门也罢 你 真的要杀她 当然 你想想 除了在三天之内 杀了唐家老母 已是先前的阴谋 不攻自破之外 还有别的办法吗 而且 这是目前 唯一的 可以利用的机会 摘月公主 终于赞同地点点头 这个主意真的不错 不过 明天的武林大会 没有风花剑丁一参加 可就一点也不热闹了 丁一从来不会失信于人 这回 也让天下英雄 失望一次 两人同时笑了 笑声未 人 已如风一般 双双飘逝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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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